我們也不需要講解太多 直接做怎麼剖析就知道了 剖析小學數學測驗題的語法 這個是程式 它的執行結果長這個樣子 這裡是我把我們要剖析的語句先印出來 而且這個東西它已經是用空白分隔好的 我的輸入長怎麼樣?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輸入就長這個樣子 小明空格有,空格五,空格個,空格蘋果 空格都先幫你空好 這樣子你只要用空格把它全部分開 你就得到了詞彙串 這種是人手動空格的辦法 但是這對英文來講不是問題 英文本來就有空格 所以對英文來講 這種就是詞彙的取得沒有問題 對中文比較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問題也不大 你只要有一本字典 你就可以把詞一個一個弄出來 當然有時候會弄錯 那種錯的情況其實機會是不高的 譬如說 突然舉不出例子 蘋果 果汁 蘋果汁 這好像沒有問題 反正就是 你會斷錯的情況是很低的 就是 他有一瓶果汁 不對 這瓶跟那個瓶又不一樣 隨便 反正你要找出那個例子還不是很容易 所以這種會 會 詞彙弄錯的機會其實是蠻低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既然已經有了這樣已經斷好詞的 我們先把它印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 做什麼 做 詞彙的整個語句結構的 怎麼講 剖析 那 剖析的程式 先看結果 你會看到 他知道小明是一個名詞 他知道有是一個動詞 他知道五是個定詞 然後 個呢 我用小d 代表它是一個修飾 附屬在數字底下 這是我八級語的設計的習慣 那 他附屬在數量底下才有個 ok 所以用小d 那 tag n 蘋果是n 那 所有的標點符號都是 逗點 都是逗點的 那種 詞性 所以 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 他把所有的動詞 都辨認為動詞 所有的 定詞都辨認為定詞 名詞都辨認為名詞 另外有一種詞叫q 就是只有請問這一個東西 問詞 疑問詞 那 我們就全部辨認完成 好 那 來 這個 程式碼 長這樣 我稍微解說一下 來 這是我們的語法 這個語法 有點正規表達式的味道 什麼是正規表達式 就是 我有教各位正規表達式過嗎 沒有 就是你要比對電話號碼 比對網址 你有一組韓式庫 很好用 那組韓式庫就叫正規表達式的韓式庫 ok 那你可以透過很簡單的一種寫法 就可以比對這樣的字串 那 這個就很像正規表達式 他現在是說 只是他有標記 他說 q 問號 問號代表零次或一次 也就是說 這種詞出現零次或一次 ok np信號 信號代表說 這種詞出現零次以上 可以出現N次 ok v問號一樣 這種詞出現零次或一次 那 大v 沒有寫就是代表一次 ok 小v又是零次或一次 np呢 就是名詞子句 他出現零次以上 後點 結束 好 那名詞子句又是什麼呢 這個名詞子句 是 d d就是那個 就是定詞 就是數字啊 之類的 ok 那小d就是量詞 就是那個 格啊 字啊 這種東西 那 這種呢 出現零次或一次 ok 然後再接名詞 那這個當然不能涵蓋所有的語句 但是可以涵蓋目前這些範例 就夠了 ok 那你要做涵蓋所有的語句的 你還得再繼續擴充一下 不過我們先用這個當範例 那 呃 呃 执行 的結果 你就看到 已經 每一個詞都正確的詞性標示了 它怎麼做的 它用剖析 它其實不只是詞性標示了 它已經剖析完了 首先呢 我们这个wi代表目前是火系到第几个字 火系到第几个词 然后is tag呢 我用来辨识说 这个词是不是这个词性 is tag 那这个词性标注在哪里呢 标注在这个tag map里面 比如小名我就词性是名词 小莉他拟我 橘子苹果柳丁番茄通通都是名词 OK 所以这就标示 如果是小名的话 他的词性tag map的小名 tag map N会是这个阵列 那倒过来 倒过来我们会建立一个叫 怎么讲 倒过来 不是 我们有一个is tag的 is tag的这个函数 他会去判断说 你这个词是不是属于这个标记的 OK 那如果是的话 他用index of直接取 如果是的话就传为处 不是就传为false 所以他会判断目前这个词到底是什么词性 接下来next就是说 他会 如果接下来的这个词符合这个词性的话呢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进 如果不符合就直接整个程式错误离开 所以只要他剖系失败就会错误离开 所以剖系失败错误离开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 以程式语言而言 这就是编译器在做的事情 编译器直接告诉你 你的语法错误在哪一行 哪一个字 就离开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OK的 那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最上层的T 这个T就是文章 我再比对一个文章 他怎么比对呢 当还没有到最后 就是当这个词汇还没有结束 语句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Wi小语言之的点lens就说 目前我少到第几个字 他还没有超过最后一个 OK 那我就继续比对一句话 S是一句话 OK 那一句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磁性啊 这个 一句话就是这个 这个结构 这里用and应该用点 因为我后来改成 觉得用点就好 然后他说 你看他怎么比对 一个S 就是这个S 他是一个Q 所以他is tagQ OK 问号 因为如果不是Q的话呢 他就略过 所以如果是Q的话 他就把Q先吃掉 把Q吃掉 然后再跳到下一个 然后接下来 他应该会碰到NP 或者是 这要怎么讲 接下来他应该会碰到NP 可是问题是NP可能不存在 对吧 因为他是问号 问号代表说 他可能出现零次 出现零次就是没有出现啊 那 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出现 这里是个问题 OK 所以接下来呢 下一个他是小V 小V他也可能不出现啊 对 那所以 我 我到底要怎么判断 他到底有没有出现呢 我这里就这样子写 如果他不是大V 也不是小V 那就应该出现NP 对吧 如果不是大V 也不是小V 那他就应该出现NP 好 这里其实他的语法 并不符合一些 编译器的那种 标准的语法 但是因为我们是用 用手写的这种扣 所以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 如果是编译器标准语法 有时候 他会要求你 语法必须要有某种特性 否则他会剖析 不出来 OK 但是因为我们是手动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 这就是这种递回下降式写法 的剖析器 为什么会很受欢迎的原因呢 你知道GCC这些 大部分都是用递回下降式写的 OK 虽然 有一种叫做 砍拍了砍拍了 就是编译器的编译器的这种程式 它可以自动 根据语法帮你产生出一些 对应的程式 然后来剖析成程式 可是它产生出来东西很难懂 然后你要敢不好敢 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 很多编译器还是会手动自己 从头到尾设计 那这就是我手动设计的一个自然语言编译器 好现在呢 它说因为如果这边是V的话 那它就应该直接跳到 就认为这个没出现 这个没出现 直接跳到V 那如果是小V 那就应该是代表 这个没出现 这个有出现 所以我们就来判断 如果下一个不是大V 也不是小V 那它应该要是一个NP 应该是NP 所以就应该比对NP 接下来如果NP这一段完了之后呢 下一个如果是小V的话 它就应该比对小V 这个我的那个对齐 在编辑器里面是对的 那它有跳格 这个跳格没有对好 所以我待会回去再动一下 好那这个Next 就是如果今天是小V 完了之后 应该是要跟着大V 跟着大V 小V完了之后 应该跟着大V 所以小V完之后跟着大V 大V完又跟着小V 但是小V可能不出现 所以要加F判断 然后最后呢 如果它还不是据点 因为这个NP信号 然后最后加据点 如果它还不是据点的话呢 那它就应该重复的比对NP 它应该重复的比对NP 如果还不到据点 就重复的比对NP 好那这里有几个 刚刚的程式 逻辑错误的地方 我如果马上改掉 可能各位待会看的时候 就不会 不会那个 不是逻辑错误啦 就是那个 没有改好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逗点不是end 那就把它直接存起来 好那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误解 好OK这样子一直就比对完一个句子 那问题是NP是什么 NP它可能是一个定词 那如果它这边是一个定词的话 那接下来一定是接小D OK 所以如果它是个D 那它就一定会再接一个小D OK 因为一只猫 在中文里面你讲一猫 人家听不懂 一定要讲一只猫 所以才会这样写 一只只要有述词就一定要有量子 否则就不合理法 OK 那我们现在只先管中文就好 那英文了之后 再 再 你可以再处理 因为照理讲八级语里面量子 要不要加入 这要考虑到 我们到底想要符合的是 中国人的习惯为主 还是英国人的习惯为主 因为你势必要牺牲一方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有加量子的话 那中国人觉得很开心 英国人觉得不开心 然后觉得 为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量子 我从来讲话不需要量子 但是你现在规定我要加量子 对 那它就不开心了 可是 如果 反过来 我每一个句子都不加量子的话 英国人很开心 中国人不开心 对 OK 他会说 一猫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苹果到底是什么东西 三苹果 这很怪 但是你习惯了之后 我相信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你以后听三苹果三苹果 你之后自然就不会想说 它到底三苹果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中文听习惯的就是三个苹果 所以我才会一直觉得三苹果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 这里 我在想可能会考虑先采用 英国人习惯 英文的习惯 这样会比较世界化 好 那OK 这个程式 最后 最后的这一段NP 就是因为它是定词 定词 出现最多一次 然后呢 再出现N 就结束 所以这样程式就写完了 只是我们有几个东西 一个叫Next 一个叫IsTag 没了 程式码其实不算很长 那我把它执行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 直接 直接编辑刷出来 好 我们来执行一次这个程式 那 我就 哎哟 这个RandomLive 好像还是有用到 哦 好像没用到 因为这是婆媳 不是产生 等一下 我把它盖掉了 等一下另外一个程式 不能用 不过没关系 反正那个程式也没要用 不过应该要用 我应该 到时候 产生出来 然后自动挥进去 然后就 剖析完成 这样子的自动化 对 那我们就 先把它 Pars Math 这个 这个程式就叫ParsMath 那我们就 来 ParsMath Node 好 剖析完成 去看一下程式 了解一下 它这样子到底做到什么事 去看程式 好 那 今天的课程 可能如果 慢的话就到这里 快的话呢 我们就把 整个 怎么样子算出 答案的程式也写掉 就知道怎么算出答案 好 那甚至 待会如果真的有空 当场把它改成 完整的八级 火系和理解 一次完成 或许 可以这样是 先请各位去看这一段 看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 写西题 刚刚已经出了两题 西题了吧 一个是翻译 一个是算出答案 对吧 那可是我们现在做到的是 剖析 还没有翻译 也没有答案 翻译很简单 字典转过去就好 算出答案 比较难 这待会有空再讲 所以先去看这里 这个在我们的 好 我直接把网址贴给各位 这个在我们的 今天的课程内容 今天是15号吗 好 OK 请去看一下 这个火系小学数学测验题的方法 火系完之后 你就可以写翻译程式 很简单 翻译一定超简单